苹果公司每年举行的苹果设计奖 以及Swift学生挑战赛 都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应用开发者参加 今年的学生挑战赛 共颁发300份常规奖 以及50名学生的货班杰出奖 那本地的一名女学生 就第二次在挑战赛当中脱颖而出 受邀出席在美国圣河赛举办的开发者大会 与其他应用开发者交流 记者蓝丽婷和这些年轻得奖者 了解了他们创作应用的灵感 18岁的江童宇 希望通过音乐把欢乐带给大家 9岁开始对编程产生兴趣的童宇 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开发这款节奏音乐应用 古灵故事 玩家必须跟着音乐节奏 摇摆平板电脑通关 游戏虽简单 却带来无比乐趣 编程和这些技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让一个故事变成像真的一样 就是你玩的时候你感觉你真的在那个故事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技能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我想以后继续让更多人感觉开心玩游戏 50名杰出奖得主当中 有一些就把编程视为解决问题的方式 创造运用来帮助更多的人 Application can solve so many problems in so many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for example like education I was inspired by me struggling with learning history and social study because it just relies heavily on memorization so all these become evidence when I was in grade 11 all of my friends entire class felt the exam so I thought something was missing for the lesson so and that thing is interactive learning 为解决问题 今年17岁来自泰国的塔瓦地塔 设计出了一款教导8到12岁小朋友人类进化论的应用 除了生动的动画 应用还分成五个等级 让孩子们通过游戏闯关 学会不同人类进化阶段的名称和特征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纳迪亚 创作应用的灵感 则来自于她童年时的一段经历 她说小时候家里曾经停电 她却因为对电流原理不了解而帮不上忙 在学校上课时又遇到难题 她因此设计了一个 电流原理游戏 让学生能以玩游戏的方式 学习各种有关电源的概念 她设计了一段故事 玩家必须帮助故事中的人物恢复电源 从中学习串联和并联电路的原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